本人向荃灣、鄉村巡邏隊及隊員致以忠心的感謝 我在21年12月十八日長大墓山山頂 當行到雙屍石樓和小丑石之間的小路失足跌倒 於是打電話報警求救 當我們接到報案求助後 就第一時間聯絡了雙屍石 因為雙屍石受傷比較經方失蹤 而且案發的位置也偏離了正式的遠山山頂 所以初步還未夠確定他的位置 之後因為我們的工作關係 我們村巡人員對鄉郊山頂非常熟悉 而且我們憑著耐心洗心地向雙屍石發文 雙屍石也描述到當時行山路路線和附近地形 我們大概也能確定到雙屍石的位置 我們一方面耐心去教導雙屍石 趁他的電話仍然有電和信號收到的情況下 經由WhatsApp分享去確實的位置 另一方面我們也迅速去部署 希望盡快前往鎖定的案發位置 由於知道雙屍石左邊肩膀有機會受傷 所以我們出發時也代表了一些急救用品 希望到達現場時能夠為雙屍石提供初步的治療 經過考慮之後 我們決定上大帽山路 由塔利浩徑第八段出發 因為那個位置是車輛距離雙屍石最近的位置 之後我們由上而下進行搜救 一來可以保留體力 二來那條路線是最快速最安全到突傷者位置的路線 而另一方面我們同時要通知警察電台和消防人員 以配合整個搜救的行動 搜的過程一點都不容易 由於前往的路段十分糾纏險要 而安法的位置遠離車路 我們去到最近的落車地點 用了二十分鐘逃步行了大約八百米的基區山路 路段凹凸不平 地上亦有大小碎石 尾段更加有一個四十五度向斜斜坡 其間有同時試過線梯 所以要訓滿了大聲精神 到達安法位置附近 因為有很多高置小腿的草叢 當時我們未能夠即時去找到雙者 我們就在附近大聲叫 最後很幸運 聽到雙者的回應 得到確實的位置 當時雙者身處的位置 是一個大約四十五度斜的山坡 環境是非常之不理想的 我們一方面要安撫雙者 另一方面也要為雙者去檢查雙細 當時雙者左手膊頭脫腳受傷 表現得好痛楚和辛苦 我們為固定他的姿勢 以免他的傷勢惡化 我們跪在雙者的身後 扶著雙者 令他坐得舒服些 我們作為首先到達現場 接觸雙者的隊伍 首先我們要處理雙者 其次也要即時通知我們的電台 和我們的消防同事去確實的位置 我們也要去評估雙者的傷勢 令他得到合適的治理 最後我們也幫助了雙者 透過飛行服務隊 去到醫院為雙者救治 我處守過兩任的鄉村巡邏隊 大約的時間六至七年 雖然我們的工作只要在山上 經常遇到風吹雨打 日煞雨淋 很多時也會有一些輕微的拆損受傷 不過這些也是一些小問題 我們最希望的 就是我們對山上的救援經驗 運用得更加好 幫助到更多的市民大眾 當我們處理完拯救的案件 幫助到面對困境的市民 我們會很有成功感 因為我們幫助到有需要的人士 這也是我們的初心 希望能夠傳承下去 幫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多謝泉灣鄉村巡邏隊 他們的快速反應 因為沒有警察的努力 我就不可能及時送到醫院 祝願香港警隊 繼續努力保護香港 保護市民 各位身體健康 工作順利 請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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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謝